OK啊 那么下面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今天呢我们讲这个 Viu啊 也就是我们MVT里面为试图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首先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馈啊 试图它的一个功能 你注意啊 试图它的一个功能 那么接收请求 进行这个处理 和这个M和T呢 进行一个交互 最终呢要返回一个应答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说啊 试图里面 它可以返回两种东西啊 我们给大家讲了 第一个呢 你如果要给浏览器返回一个 它要显示的内容 你就返回一个ITB Response 然后呢你还可以让浏览器呢 进行重定项 那么就返回一个 Redirect啊 也就是返回一个 HTTP Response Redirect类的对象啊 实现一个重定项 好 那么试图函数的使用 我们说了啊 它的使用包括这么 哎 两步啊 第一步 定义试图函数 定义试图函数的时候呢 Request参数必须有 那么这个Request呢 它就是一个 HTTP Request 类型的一个实例对象 好 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其实你是可以变化的啊 但是我们一般 你不要改它啊 直接使用Request就行 然后啊 定义完试图函数之后 你需要呢 去进行URL的配置啊 那么这个进行URL配置的时候 我们说就是建立URL和试图函数之间的一个对应 关系啊 对应关系 那么怎么去配置这个URL啊 我们也给大家说了 首先在项目的URL文件里面去包含应用的URL文件 然后在应用的URL文件里面呢 去写URL和试图的对应关系啊 就是每一个URL配置项 它都定义在一个叫做URLpatents的列表中啊 其中每一个元素呢 它都是一个配置项 都是调用我们的URL函数啊 URL函数 OK啊 这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这部分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的话我们今天呢 还是建一个项目 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 好 这里面我已经进入兴趣环境了啊 那么现在我要创建一个项目啊 创建项目的命令啊 讲稿对吧 admin啊 start啊 project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项目的名字 TAS3啊 好 LS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创建出来的项目 那么你进入这个项目目录 TAS3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再去创建一个应用啊 创建应用的命令啊 TAS3对吧 Managerpy start啊 APP 写上一个 boog test 是吧 OK啊 LS 那我们这个应用呢 就创建好了 好 下面呢 哎 我们就打开 需要去做一些配置啊 打开我们这个 TAS3 OK啊 那么打开之后呢 首先啊 你创建好一个应用之后 哎 你首先要修改它的一个配置文件啊 然后在配置文件里面 哎 去注册你的应用 对吧 哎 找到e-start BBS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 boog test啊 哎 这里面注册这个应用 然后呢 再往下啊 我们一会呢 会使用到这个某板文件 所以呢 我把这个某板文件也配置一下啊 哎 首先 先创建一个 某板目录啊 创建某板文 哎 保存某板文件的目录 然后创建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配置了啊 哎 拼接出这一个路径 os.pass.jone 哎 bdir 然后呢 写上一个 time place啊 哎 这里面就是设置我们的某板目录 好 再往下啊 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还是使用我们的my circle啊 把它改掉 然后这个name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前天的数据库啊 它呢 叫做bj18 好 哎 再往下啊 哎 登录的用户名 U的 哎 写上一个 root 对吧 哎 密码啊 pass 我的啊 哎 写上一个 my circle 然后house啊 哎 你连接 我要连接我的本机 我就写上一个localhouse啊 ok 好 还有一个对应的端口 哎 这个端口呢 叫做pot啊 它呢 就是3306啊 ok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个配置啊 数据库的一个配置 ok 那么 然后呢 你在这里 哎 你注意在这里面 在他的3的emite里面呢 加上两句话啊 import py my circle 然后呢 写上py my circle 这个点 insta的 smack db 对吧 maxdb啊 ok 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 下面啊 下面呢 我就要在我的template下面新建一个页面啊 我新建 首先新建一个booktest的目录 然后在这个目录下方呢 我就新建一个 哎 i tml页面 在这边写上一个index啊 他呢 就是我们的首页 好 来一个首页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 好 直接呢 就显示一个he啊 写上一个首页 ok啊 那么 下面呢 哎 我们需要啊 当用户呢 输入 当用户呢 输入这个itp 127.0.0.0.1 对吧 冒号 8000 斜杠 index的时候 我让它显示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下面我应该怎么做 好 好 对吧 好 这个啊 你至于你是先配置这个UIL 或者是先写这个视图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先后顺序啊 只要你两步都做啊 你先做什么都可以 对吧 好 你比如说啊 我们就先配置这个UIL啊 我先在这个TES3的UILS里面去包含我这个应用的UILS文件啊 直接呢 就写上一个UIL 好 我们直接写一个开头 然后呢 写上一个啊 InCloud FugTES下面的UILS啊 这里面就是包含 包含啊 应用的UILS文件 对吧 好 然后呢 应用的UILS文件里面呢 它默认它没有啊 没有呢 你给它复制一份啊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下面 好 这里面呢 没用呢 就删掉 OK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刚刚说啊 你在这里面你去配置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可以先写这边的视图 然后你回来再做这个配置 你也可以先在这边配置呢 再去写这个视图啊 反正你两步都要做啊 没有一个绝对的先后顺序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先配置一下这个东西啊 我们先从这个 先from我们的BookTES啊 导致它里面的 VILS 好 在这里面我就先配置一下啊 直接写上个UIL 啊 那么上间公号写上一个index 哎 Dollar 那么后面对应的是我们的VILS点index 对吧 现在这个VILS的index这个视图呢 我还没写 我就先写上啊 OK 那么这里面它就是我们的 首页 好 这个地址呢 我们配置完了 配置完了呢 你就要去写这个对应的 视图啊 在这边啊 去定义这个视图 哎 写上一个 Define index 哎 写上一个request 哎 它的作用呢 就是首页啊 首页 OK 我们在这里面呢 前世他 哎 就很简单啊 直接是 Return Render啊 request 哎 使用的是我们booktest下面的index 对吧 哎 这是不是就写完了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的地址也配置完了 我就启动一下这个服务啊 让他跑一下 Python ManagerPy Runce 啊 哎 运行起来 我们将够提供的这个外保服务器啊 好 哎 把它跑起来之后 我们在这边 你就可以呢 直接访问 输入这个index啊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首页 对吧 OK啊 那么 这边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回顾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回顾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之后呢 我们还给大家讲的这个UIL匹配的过程啊 这个匹配的过程呢 我们现在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啊 在你的地址里面啊 在你的地址里面啊 在UIL的地址里面 我们可以呢 给这个服务器呢 传一些参数过去啊 你比如这个问号后面呢 我就可以给他 给他 传参数 对吧 按的啊 B.2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一旦敲这样一个地址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首页 它还能不能 还能不能显示啊 直接 好 回上 哎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一样显示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UIL匹配啊 最完整的一个过程啊 最完整的一个过程 那么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啊 就当你在这个 浏览器呢 去敲入一个地址之后啊 问号后面的这一部分啊 你注意啊 问号后面的这一部分 它不是你的这个地址 它是你要传的一些参数啊 你要给服务器传的一些参数 你可以放在这个问号的后面啊 问号的后面 那么最终 它在进行这个匹配的时候 那么 在这边啊 当你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那么 首先 进行匹配之前 这个域名部分啊 不要 哎 域名部分不要 哎 127.0.0 8000 这一部分不要啊 然后问号 还有它后面的参数 这一部分呢 也不参与 然后最前面的斜杠的 也不参与 剩下的就是这个 A Index啊 然后直接 拿AIndex 先到项目的 UILS文件里面呢 从上到下进行一个 匹配 那么这个AIndex 匹配的话 哎 它匹配到我们这一项 哎 这里这一项呢 是匹配这个 A开头对吧 它就匹配成功了啊 匹配成功之后 然后 它就会去它后面包含的这个应用里面呢 再去找 但是找之前呢 这个已经匹配成功的A 会从这个AIndex里面呢 把它去除 剩下的是Index吧 然后呢 就拿Index到我们应用的UILS文件里面呢 再从上网下找 那么 哎 找到某一项之后 对吧 一看后面对应的是哪一个视图 那么将功呢 就会帮你去调用这个视图 哎 这个视图里面呢 我们最终返回了一个Hello Python啊 那么浏览器这边就会显示一个 HelloPython啊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UIL配置它最完整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前面的域名 以及问号后面的参数啊 它都不参与这个匹配的过程啊 都不参与这个匹配过程啊 哎 这是它啊 哦 谢谢观看